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25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禁衔仪式 上午十一时许 禁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 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权 海军司令员胡忠明 晋升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配戴了上将军衔兼章的两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平致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和影 中央军委委员 刘震丽 苗华 张声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 军队驻京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进贤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